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CC's class again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CC老师的课堂 今天我们将进入学习Unit 1 Welcome back to school的Lesson 5 第一单元的第五课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课的学习目标 区分He and She 使用正确的代词介绍他人 嗯,仍然是介绍他人啊 上一节课我们学会的介绍新同学,对不对 OK,那么首先来回顾一下上一节课的内容 温固之心 首先上一节课我们学了一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单词 因为呢,它呢就是我们的身份 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呀 学生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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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学生的意思 我们还复习了之前的一句话 I'm from 我来自哪里哪里 我是哪里哪里的人啊 加上地点 我来自海南 I'm from海南 我来自中国 I'm from China 我来自英国 I'm from the UK 这个不用我讲了 上一节课最主要的内容呢 是学习了介绍我们新同学 用一个句型叫 This is 某某某 比如说 这是Emi This is Emi 然后呢 再说一句 她是一名新同学 She's a new student 或者He's a new student 嗯 之前呢 同学们就老是听我说 She's a new student He's a new student 哎呀 你仔细地就真是的 讲又没讲清也搞不明白 对吧 不着急不着急 咱们这节课就可以把它讲清楚 为什么有时候用She 有时候用He啊 哎 那么 呃 首先呢 嗯 我们的Emi呢 她又出场了 呃 我们Emi呢 她之前呢 是介绍了 她是一名新学生 我们是说 She's a new student 对不对 那么今天我们将 呃 又学一个词叫做 Pupil Pupil 为什么又学这么一个词啊 这什么意思啊 这个呢 是学生的一种 它叫做小学生 其实呢 也是我们更精确的一种身份啊 也就是说 当同学们说到student 中学生也叫student 小学生也叫student 初中生高中生都叫student 只要你是个学生啊 都是student 但是呢 Pupil这个词呢 专门指我们小朋友 就是可爱的小学生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怎么读 P呢 P P OK 这个音标呢 比较难认 同学们注意一下 你们在音标里面碰到这个的时候 不要读成j 因为这个字母呢 它在我们的拼音里面是读g 对不对 然后啊 平时我们在英语里面 这样读的时候也是读j 但是 这一个符号 在音标里面读什么呢 读类似于1的这么一个音 你可以把这个勾去掉 1 比如说在这里 我们这样子拼的一个音标啊 一个g 一个u 你就不要读成了 这后面这个我们可以认识是u 长音u 对不对 那么你就不要读成了 ju 那是错的啊 这个j呢 在这里呢 你要发i的音 u u u 所以呢 这里叫p pu pu pup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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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生 pupil的意思啊 小学生 pupil 那么 emmy呢 她首先是一个student 她确实是一个学生 所以呢 我们跟别人介绍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说 this is emmy she's a student 这位是emmy同学 她呢 是一名学生 我们会这样介绍 那么以后呢 我们可以怎么介绍呀 因为我们的emmy 和我们一样是小学生 对不对 我们可以说 this is emmy she is a pupil 她是个小学生 这样的就更加准确 精确了啊 ok 那么 mr johnson呢 嗯 我们都知道 同学们叫student 所有的学生 你们的身份都叫student 那么小学生呢 也有一个身份叫pupil 那么我们的mr johns呢 他和cc老师一样 他也有一个身份 叫做伟大的人民 教师 那么教师 老师 这个词用英语怎么说呢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同学们有时候会有一个误区 觉得mr或者miss 是老师的意思 因为呢 你们可能习惯了 比如说你们有一个英语老师 叫李老师 你们就会叫他miss lee 比如说你们有一个英语老师 叫谢老师 你们就会说miss谢 对不对 但是 这个miss和miss只是 比如说小姐先生女士 这种意思啊 他呢 只是一种称呼 并不代表教师的意思 这是中英文的一个差异啊 miss 他不是老师的意思 真正的老师在英语里面是有一个特别的单词的 叫做teacher teacher teacher 嗯 那么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音标 t 然后一个长音 e 中 中读在这个音节上 所以是t t 后面这个词怎么读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音标的发音 是 t 有点像t 也有点像t 有点像t 也有点像t 的那个中间音啊 来跟我发一下 t 把那个嘴唇翘起来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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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cher 老师 teacher 学生 student 小学生 pupil 老师 teacher ok 那么如果我们要介绍Mr.Jones 我们就说 this is Mr.Jones she's a teacher 他是一名 老师 嗯 这样 貌似好像这样介绍他是对的 但是实际上这样介绍是对的还是错的呢 答案是 错误 一把钢叉 为什么呀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里有一句 he's he's teacher 这是Mr.Jones 之前经常讲的she's和he's的区别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句呢 是个勾 下面这句才是正确的 为什么呀 我们来区分一下she和he的区别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Mr.Jones 左边 嗯 你们的右边啊 那么这边一个小孩 这边一个小孩 那么这边小孩是男的 这边的是女的 那么在中文里面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男孩呢 用一个代词就比如说 他是谁谁谁 那这个女孩呢 我们就会换成女字旁 他是谁谁谁 对不对 那么在英语里面呢 也是一样的道理 不可能都用she 也不可能都用he 这就是she和he的区别 那么男的他呢 就是he he he 女的那个他呢 嗯 同学们可以注意一下 我们在中文里面就是把人字旁改成了女字旁 那么在英语里面 他就在he的前面加了个s 为什么呀 因为女性都是比较有s曲线的 对不对 你可以这样记啊 所以呢 有s曲线的这一个呢 就是女的那个他 she 然后没有s曲线的直直的这个就是he 那么这就是男的那个他 所以呢 同学们以后 在介绍他人也好 任何时候谈论到他人 谈论到这种需要用代词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这个he和she区分开来 你想说女的你就说she怎么怎么样 你想说男的你就说he怎么怎么样 明白了没有 ok 那么这里呢 是一个顺口溜 也是来帮助我们 就是 多熟悉一下这个he和she 他对你说了 he and she he and she 他和他 他和他 当然这两个他他都是男女 男女这样子啊 boy and girl you and me 这里就很清楚的说了 he and she he and she boy and girl 也就he是boy she是girl啊 同学们弄清楚这个逻辑在里面 he and she he and she teacher and students one two three teacher 老师 还有学生 一二三 实际的意义呢 可能同学们觉得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但是这个顺口溜呢 是来帮助我们 记住刚刚所学的东西的啊 ok 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顺口溜 he and she he and she boy and girl you and me he and she he and she teacher and students teacher and students one two three 一二三啊 这个应该还记得吧 ok ok 那接下来把你的小手伸出来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顺口溜 快一点 跟节奏来的啊 he and she he and she boy and girl you and me he and she he and she teacher and students one two three 是不是 可以比较熟练的讲出 he and she boy and girl teacher and students呢 如果没有的话 就回去再多练一练啊 ok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学一下 我们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总结一下这节课学到的东西 首先学了 老师这个词叫做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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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 我们区分了一下 he和she 嗯 这呢 是以后 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所有同学一定要把它深圣的印在脑海里 并且 应用到你的每一句英语里面 因为啊 很多同学呢 到了初中 高中 甚至大学 他们在交流的时候 都非常容易 把he弄成she 把she弄成he啊 我们知道在中文里面 即使我们分了他和他 但是我们念起来还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概念说 讲到男的他的时候 和女的他的时候 这个发音还不一样啊 所以在这里 尤其要注意这一个英文上的差别以后 男女之间一定要分清楚 你不要把别人变成一个男孩变成女孩了啊 OK he she he she 可以做个妙门学习的简单的介绍他人 this is 谁谁谁 加上名字 she is a 再加上他的身份 比如说 他是一名学生 she is a student 比如说他是一名老师 she is a teacher this is 谁谁谁 he is 如果是个男的呢 我们就下面这一句啊 他是一名什么什么 比如说 你们现在想向别人介绍一下 sissi老师 你们怎么说 this is sissi she is a 还是student吗 当然不是了 she is a teacher 对不对 比如说你们介绍 Mr.Jones this is Mr.Jones she is a teacher 一定要记住啊 转变过来 he is a teacher 他是一名老师 OK 那么 今天的课呢 就上到这里了 内容不是很多 也不是很难 希望同学们能够好好的掌握好它 然后认真的完成课后习题 OK so much for this Goodbye by bwd6 感谢观看